第一個是開啟那個完成 所以在那個你們光碟裡面一定會有一組是完成的檔案 另外一個是練習 Example裡面是練習的檔案 或者從網路上下載也是一樣 那首先的話你就開啟完成檔 了解一下他這個地方的問題呢 他的問題到底要我們做什麼 那首先的話實際上 第一個 我們要先做的如果說要練習的時候呢 第一個要先做所謂的開講 那他要兩邊喔 一個是開講 所以開講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說呢 我要得到就是開講號 開講號 那實際上這個地方比較不好理解就是說呢 因為呢會有所謂的特別號 特別號 就是說開講的時候呢 會需要開出7個號碼 7個號碼 這7個號碼裡面的話呢 就是1到6號是正常的號碼 第7個號碼是所謂的特別號 那他開講的邏輯喔 各位可以看到開講邏輯呢 如果呢你的分數呢 3分 普講 3分以下的話呢 就是共估 那分數怎麼來的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 1到6號 假設你有中 一個號碼的話呢 一個號碼中對不對 就是給1分 給1分 如果說呢 等於是說你中3個號碼呢 才會有 普講 400塊 所以中獎就是 3個號碼中了才會有 那另外的話呢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有6講 6講就是3.5 那你會講 怎麼會 點5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中獎的號碼 就是你開 你選的號碼呢 跟特別號比對之後 跟特別號一樣的話呢 那就是給0.5分 給0.5分 這個是規則喔 這個是一個規則 那你要知道規則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做設計啊 否則很多同學 不了解 為什麼 這個分數怎麼跑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的結果呢 因為不了解邏輯 那如果了解邏輯之後的話 其實喔 就才可以去設計你要的結果 那其實問題是說 第一個 你